過去已經曾經有這個鄉鎮代表 因為炸領出席費被判刑 那是不是許淑華就是下一個會被判刑的人 那我目前還沒有到地檢署去告發 因為時間還很長 那追溯期都還在 那我想要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 你怎麼看許淑華說 這是一場民意代表跟狗仔隊的對決 就是我說有相簿的時候 他一直說要把我拍漂亮一點 那我當時我就在心裡我就很想講說 我還很想把你拍得漂亮一點 可是你都沒有來開會 沒想到許淑華的相簿廣告不實 裡面竟然沒有許淑華 就像太陽餅沒有太陽一樣 歡迎他去檢舉 我可以熱觀氣承的看這件事情 他可能當了四年的議員 他還搞不清楚議會的程序 所以歡迎他去檢舉 我還是會虛心接受 那也謝謝他指教